这个趁小和尚不被偷袭的峨眉山弟子叫道德 他自持武功甚高 想在这个至善面前耍耍威风 好在至善防守躲避及时 一旁的五眉师太健壮 连忙上前俯走道德 无尘道长看着伤势不浅的道德 暗自扭头叹息 而五眉师太早已看出道德居心不正 心里的天平 暗自朝不争不抢的至善倾斜 原来至善在前去峨眉山的路途中 遇到了台水路过的五眉师太 山路蜿蜒 道路狭窄 仅能容下一人通过 至善游易侧身 为师太让路 五眉师太却疑心他会突然出手 只见至善纵身一跃 依靠内力和双手的巧劲 就牢牢扒在了悬崖之上 五眉师太微微一笑 合力将两只水桶向前一推 依靠轻弓飞到对面 二人都是武艺高超之人 就此初识 这是小和尚至善 来到峨眉山的第一天 他所代表的北少林派 立志反清复明 方丈令至善前往峨眉山 去取炼钢之法 及铸造各种兵器 暗器的图样 他要的兵器图 至少要三个月 才可以搜集起来 白眉道长与行归来 你既然甘心与叛贼为伍 师兄 从今天起 你我奋道扬镳了 白眉道长见吴臣道长 收留少林僧人 出声质吻 而峨眉道长 却是支持少林一派 在他看来 少林寺市驱达子 光复河山 白眉道长听此一言 勃然大怒 挥秀扬长而去 吴臣道长 只能先安抚至善 让他安心在罐中习武 至善在少林寺练功多年 有三要武功最为擅长 只见他使出降龙掌 一掌就能将 比人还高的数目 拦腰斩断 除此之外 铁头弓和一产纸 也是至善拿手的武功 吴臣道长看出 至善所擅长的 都是刚进功夫 内进上还有不足 他告诉至善 内进才是功夫的上场 劈功掌 气落丹田 易进 孕于掌心 他从脖子的进道 开始加强铁头功 接着他又精进了一指禅 能把数米开外的红竹 隔空打灭 至善就这样 在吴臣道长的指导之下 日夜苦练 原来朝廷不满 少林寺已久 如今还要打造兵器 这在朝廷看来是公然谋反 大逆不道 大臣们安插了一名杂工 进入少林寺暗中打探 经过一番调查 寺中弟子的确在私下西武 皇上听后勃然大怒 哼 朕 县你们在三个月之内 将少林寺连根拔起 预期不办成 朕 大臣却显得有些为难 原来少林寺中 还设有许多地道密室 半年过去 至善进步神速 兵器图样已经治好 也到了至善回少林寺复命的日子 谁指 在峨眉山的狭窄战道上 道德已经等候多时 五眉师太好言相劝 道德全然不理会 不多时 至善果然出现在这条战道上 道德先行出招 至善也不示弱 道德用棍 至善则赤手空拳 然而 道德还是太过不自量力 双方只过了几招 他手中的棍子 就已被至善夺走 至善没有多言 只向五眉师太致意 以示告别 此刻 朝廷里传去了好消息 原来 几位大臣安插在少林寺的内应 已经画出了少林寺的地图 几位大臣大喜过望 令人将炸弹藏在粮草之中 让卧底二人 带回少林寺 入夜后 几位大臣带着一位大喇嘛 来到少林寺山下 他们本想借着圣旨 闯入少林寺 走在门口的大和尚 并不领旨 同以武将 抽刀斩去 数百名朝廷精锐冲进了少林寺 小兵一箭 刺中了放哨的小和尚 少林寺中 一片嘈杂 人缘纷乱 众和尚各自集结 但清兵速度太快 两个卧底给清兵带路 原来 少林寺的密室 就在水井之中 方丈和高僧们危险了 只见清兵 拉好隐线 就把炸药丢入井中 不多时 井中便生腾起一片硝烟 密室之外 英勇的和尚们 还在奋力和清兵抗争 清兵首领 也没有放过两个叛变少林寺的卧底 一个小和尚来到密室 想要救走方丈 谁知巨石从天而降 寺中 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智善千辛万苦回寺 一路击退清兵 智善在密室中 寻找到受伤的方丈 密室之外 清兵头领下令 一把大火烧毁了整个寺庙 智善虽然将方丈救出 方丈自知十日不多 嘱咐智善 带着峨眉山取来的图样 到南方的明山大川 重建南少林 智善从此 担负起了重建少林寺的重任 一路风尘仆仆 踏上南下的征途 这一天 智善终于走到了广东地界 他饥饿难耐 走到了一家饭馆之中 详请掌柜 不失一点斋饭 掌柜却并不领情 他不愿意做这亏本买卖 店中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 注意到智善 并承担了智善食宿等一切费用 另一边 白眉道长已从弟子那里听闻了少林寺的消息 他得知 至善死里逃生 来到南方要重建少林 道德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 他向白眉道长 抱怨自己的师父吴臣道长 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号 并对白眉道长表明 其实以白眉道长的修为 也担得起道教掌教一称 化还未落 皇上的圣旨就下发到此 白眉道长被封为道教掌教 顿时风光无限 白眉道长欲除掉他看不顺眼的师兄 吴臣道长 便在吴臣的药中下毒 吴臣道长毫无防备 一眼而尽 心里却还在挂念智善的消息 谁知下一秒 毒药就发作 白眉道长冲进房间 出手毁掉了吴臣道长的双眼 五眉师太赶来 解救吴臣道长 但吴臣道长已经生命垂危 他让五眉师太赶去南方寻找智善 白眉道长不顾往日师门情分 将吴臣道长残忍杀害 白眉和道德等人也集合起来 要去南方追杀智善 智善一路南下 遇到一个被强盗抢劫的商人 他出手相救 此地重逢乃是佛员 这位被智善救下的老爷 将他请到府上 原来他是想给自己习武的侄儿 找一位高手训练 侄儿紧伦 却不领情 他疑心强盗和智善是串通好的 只见他拿出一条板凳 扬言只要智善坐得稳 就把他们李家 在广州的二十家绸缎庄 分给他一半 这个丰厚的条件 打动了智善 他眼前一亮 弯腰就往板凳上一坐 锦伦见状 先是出脚踢断一条凳腿 智善依然纹丝不动 他又扫腿 将凳子踢飞 不管锦伦如何出招 智善都能立在原地不动 连两个比人头还大的石锁 都无法撼动智善半分 在打斗中 锦伦被智善连同石锁一起 轮进了池子里 他从水中爬出 方才站立的地面 已经有了两个深深的脚印 锦伦彻底服气 他请求智善教他武功 就这样 智善武功大师的名头 传遍了街头巷尾 李老爷逢人就说 智善的武功如何高强 而他的商人朋友 却深深怀疑 他们心生一计 不如就用美人 来试一试智善 看看他是真正的少林高僧 还是九肉和尚 闲来无事的富商们 设下鸿门宴 邀请智善上府中 给老太太讲经 智善欣然前往 谁知这时 一架轿子 趁着夜色悄悄来到了后门口 富商们请来了美人金宝姑娘 就算是菩萨爷爷 也叫他趴在老娘的裙子底下 讲了一天经的智善 被安排到客房休息 金宝姑娘已经悄悄走进了院中 他瞥见院子里有一个水缸 他用手泼了些水到脸上 做完准备后 金宝急促地敲着智善的门 智善听见呼救 连忙开门 金宝顺势扑进智善怀中 我从小就有的老毛病 要拿着热肚皮和我相贴 自然就好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怪毛病 他不愿意和金宝同处一室 但不依不饶的金宝 还是死劈赖脸地脱掉了外衣 倒在智善的床上 但智善很快反应过来 这时金宝也不再为难 他往智善手中 塞了一个小荷包仪表谢意 就这样扬长而去了 富商们亲眼所见 相信了智善并不为美色所动 但却心有贪念 原来金宝塞入智善手中的小荷包里 装了珠宝 智善并未将这个荷包归还 而是收藏了起来 众人议论纷纷 智善不过也是那种贪恋钱财的俗人 李老爷则坐在一旁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众人大笑之时 家丁突然禀告 大师前来相见 只说是在后院见到的锦囊 前来归还 心里虽然对他有了些许改观 但转念又想到 智善并未说出实情 违背了僧人 不讲谎言的清规 纵是如此 智善也没有说出事实经过 他宁愿自己下地狱 也不愿意毁了他人明解 得知事情全貌的富商们 顿时心生敬佩 纷纷表示 愿意出钱帮助智善 重建少林 有人愿意捐出山头 看来智善完成重建少林的重任 已经指日可待 另一边 白眉道长派出的杀手 和前来求援的五眉师太 都找到了广州 智善先是击败了恶意强讨 百姓钱财的白眉弟子 就收到了五眉师太传来的旨团 他们二人在靖臣关见面 智善得知了 白眉投靠清廷 残害无臣的事情 痛心不已 好在智善的化缘之徒 还算顺利 现在只缺几个游致之事 就可以前往福建 开创南少林 正当时 白眉道长已经到达了广州 他将据顶一看 救出了弟子 便往智善所在的南郊赶来 杀气十足 北少林覆灭后 只留下一个死里逃生的小和尚 智善 他来到南方行善化缘 终于集齐了重建少林的山头和钱财 万事俱备 只差几个游致之事的加入 只要集齐人马 打败白眉众人 就能实现重建少林的宏愿 机市上 有个帮人磨刀的铜千金 他手里拿着刚给肉铺老板磨好的刀 正向老板讨要工钱 没想到 反被老板讹诈 铜千金不服 二人立马扭打起来 至善目睹了二人相打的一幕 他看出了二人 都有练功的底子 有意收他俩为徒 二人刚开始不服气 轮番挑战至善 但都被至善轻松击倒 路口受伤的弟子锦伦 告诉至善 自己曾和一个白眉道士交手 至善得知后 连忙搜寻白眉的下落 官府此时也找上李府 他们得知李府收留了少林寺的和尚至善 还捐出钱财 官府的大臣警告李老爷 窝藏叛逆是大罪 说时迟 那时快 这个仪表堂堂的官员 就出手杀害了李老爷 正负商围在一旁 皆是目瞪口呆 夜里家丁来报信 锦伦和家丁前脚刚走 朝廷的官兵就包围了至善 为首的头领率先和至善厮杀 剩下的士兵也加入了这场斗争 至善先行放倒了其余士兵 专心和头领打斗 这时暗处一伙士兵突然放箭 至善连忙将头领的身体翻转 利用肉盾挡住了所有飞来的弓箭 官兵的增援陆续赶到 他们封了李家宅院 四处追杀至善 集市之中 锦伦的兄弟们和肉铺老板 铜钱金等人得知了此事 众人都义愤填膺 不愿做事不管 锦伦和至善 在五眉时态的敬尘观中 躲了一夜 出门时 白眉道长已经赶来 就此正面交锋 至善用棍 白眉道长用浮沉 二人展开激烈的打斗 这白眉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伸手却完全不输武功高强的至善 他们二人刀锋相对 五眉时态和锦伦联手 扼住白眉弟子的咽喉 白眉见状 飞来扶住弟子 而五眉时态也受了内伤 锦伦将至善和五眉 带到好友红西关家中避难 红西关也是尚武之人 在领教过至善的武功之后 也拜了至善为师 就此 至善收得了几位徒弟 当初清剿少林寺的大喇嘛一行人 都已经到达广州 等待至善的将是一场恶战 锦伦红西关等人 来到酒馆包围了大喇嘛 这个大喇嘛身手不凡 几人都无法制服他 官兵迅速赶来 他们只好先行撤退 夜晚师徒几人聚在一起商讨 对于至善来说 重见少林直升最后一步 就是尽快赶到福建 可是白眉带领着官兵将全城戒严 街道上桑月奇响 有人家在出殡 原来是智善等人 身穿白袍 伪装出丧的人家 走到城门口时 镇守的官兵 要打开棺材检查 五眉师太和锦伦等人 都十分紧张 官兵们又长枪撬开了棺材 智善从中一跃而起 师徒几人 就和官兵打斗起来 众人各自使用擅长的兵器 锦伦耍棍 铜钱金五刀 在他们的搏斗之下 官兵终于被击退 师徒一行人暂时冲出了城门 走到树林之中 弟子们各自去顾传 智善则在树林中等待 这时大喇嘛从天而降 挥起法杖当头一批 他们的武力都相当高强 二人在搭斗中难舍难分 大喇嘛用法棍调非智善的长刀 法杖断裂处 竟暗藏着一截锋利的短刃 最终二人的比拼 还是归于身法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战 大喇嘛以自己的铁头弓 对抗智善的铁头弓 二人头部相撞 大喇嘛只觉头昏眼花 在战起身时 以命归西天 师徒几人和五眉师太 一起逃到了海边 正在找船时 白眉道长和道德追了上来 智善六人对抗白眉两人 双方都使出了权力 五眉师太率先把道德放到 接下来就是智善和白眉道长的 终极大决战 智善不仅精通少林的武功 还得到了峨眉山 无尘道长的真传 可是白眉 已经炼成了神功金钟罩 左眼的血道都已封闭了 危机关头 智善想起了 无尘道长的教诲 人身上有六个穴位 不可关闭 即使炼成了金钟罩 也要留下一个药学 这就是智圣的关键所在 智善找出了白眉的药学 就是胸膛的正中央的中庭 本来立于不败之地的白眉 被击中药 口吐鲜血而亡 弟子们开始欢呼着直向远方 原来有一艘船 正朝他们驶来 智善重建少林的愿望 也终于能够实现了